下个礼拜非常热闹 下个礼拜1月18号 就是农历的12月24号 就是要送赵神 送赵神之后就是 然后请顿 大扫除半年货 然后1月24号 就是农历的12月30号 就是除夕 所以整个礼拜都忙的 非常的忙 好那么 12星期后 我把它分成四组 来做个说明 下个礼拜的运气 首先第一组 朱兔阳的 朱兔阳是工作检讨 求新求变 下个礼拜有些人 已经开始放假了 有些公司就开始检讨 这个检讨包括 自己的检讨意思 公司给你的检讨也算 或者老婆对你的检讨都算 对啊 你做得好不好 老婆会检讨你 年终清算一下 对 你就发现 还是不是很理想 你还要再求新求变 求进步 还要求得更好一点 所以我是给了 三个赞的评语 还要给卖 好下面是胡马狗 胡马狗不错 这个年终考机优秀突出 我刚刚讲 这年终考机不一定是公司的 也算自己的 有些自由 要给自己考机 觉得我 这个旧的年做得怎么样 或者老婆 或者老公对我的考机 有没有做得很好 做得本分 好 结果优秀突出 这相当棒了吧 所以给了四个赞的评语 好 下面更好了 蛇鸡牛 蛇鸡牛是 平步轻云 更上层楼 这一定是工作的表现 非常的进步 也不一定是年前 也不一定是年后 直到你已经是一定要升官 或者职位一直往上升 所以给了五个赞的评语 好 最后 属马 猴鼠龙的 猴鼠龙的是 业绩评比 上代努力 可能旧的一年 有优点 有缺点 自己考虑的结果 还要希望能够越来越好 所以我只给了一个赞的评语 好 下面是 我们加码 十二生效 有三个生效 在下个礼拜运气最好的 首先第一个 钱财最旺的 钱财最旺的是 属马的朋友 好赞 其实第二个是 事业最强 事业最强是属鸡的朋友 看下都在这一组里面 都在这边 五个赞 四个赞的里面 好 最后桃花最红的 桃花最红是我们主持人 属羊的朋友 Oh my God 希望你们新的一年 如果有好的桃花 看下都在这边 跟这边 女儿